扫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方式 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技巧 外出扫接大概率是排不到什么好作品的 不如先把这个视频看完 掌握四个技巧 让你快速找到扫接出篇的窍门 依器材选择分为两种 新手设备和老手设备 新手直接选择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有两个好处 一是能够让你站在一个地方 把远处的物体 几百米开外的物体拉到眼前来拍 第二个是长焦镜头带来的画面压缩感 超过人眼看到的效果 更容易出篇 老手设备直接选择这些小一点的 一般都是用定焦镜头 比如说35的镜头 更容易拍出故事感 35的镜头拍摄的画面 除了主体之外 周围的环境也一定会被拍到 所以更容易拍出故事感 再一个是这种小型的设备 更容易藏起来 不会引人注目 要时间规划 假如这个是我们的地平线 用橙色代表太阳的位置 7点钟的太阳 跟12点的太阳的位置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午也是 逐渐太阳落山 太阳的角度不一样 对树或者物体的影子 形成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太阳的角度越低 形成的树的影子会越长 太阳的角度越高 形成的树的影子会越短 甚至没有影子 选择早上和傍晚外出扫街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你更容易拍到光影效果 因为这个时候光线角度比较低 物体垂下的影子比较长 更容易把这个影子也拍进去 让你的照片更有光影氛围 第二个是 这个时间段 太阳是比较矮的 所以我们更容易拍到太阳光 同时天空有色彩 也能够增加你的照片的色彩氛围 三相机参数 直接把档位选择A档 再打开菜单 找到感光度设置 设置感光度的自动范围 最大设置在12800 再把感光度自动下 最小快门速度设置为250分之一秒 或者500分之一秒 扫接比较适合确定 回到学生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A档光圈优先档 控制光圈系数 要背景虚化特写 就设置为低光圈值 要背景轻机 就设置为高光圈值 同时这个时候 快门速度会被保护 会被设置在 你刚刚在这里设置的最小快门速度 就能够确保我们的相机 不会因为手持抖动而导致模糊 第四个经验是 你一定要掌握一些拍摄的技巧 比如说场地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些有水的公园 或者去一些人物多一点的 比如说像医院 或者像菜市场之类的 这些地方发生 故事感的画面比较容易 第二个拍摄的时候 尽量选择逆光拍摄 像这些照片都是使用逆光拍摄的 逆光拍摄 物体除了能够被打亮轮廓之外 影子垂在了物体的前方 相机更容易拍到光影 另外我还建议大家 同一个地方最好多去几次 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一看到人会害怕 第二个对那个场地不熟悉 不知道哪个地方适合出片 第二次去直接奔上一次你想拍的地方 换好器材换好设备 换好时间重新拍 大概率就能够出片 大概率就能够出片 至少型到今天 再次进行